人生有三個重要節日 總是會需要花來助陣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花里買花秘籍 我是Hana 人生有三個重要節日 總是會需要花來助陣 每次到這些節日 我們在店裡就會受到 非常多求助的眼神 為了緩解大家的焦慮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花里選花秘籍 三個重要階段是哪三個呢 分別是情人節 紀念日跟求婚 我們在花裡客製花束有三種選擇 第一種叫做裸花束 裸花束顧名思義就是裸體的花束 我們稱為Naked 它是用正統的手摘花技巧 以螺旋花絞去紮的 大家都知道收到花束後 其實是要把包裝拆開來 它在花瓶裡 花才能夠達到它的完整壽命 裸花束它的優點就是 我們不需要額外再拆解包裝 我們收到花的當下 它就是一個已經紮好的花束 只要直接從花底膚的紙筒裡面拿出來 是非常直覺簡單保存又環保的好選擇 第二種是 布品花束 它是用帆布包裝 那裡面一樣會包微微的水分 但是外面會有帆布去包裹起來 那外面一樣會有一個同樣的花裡紙盒 最後一種是我們的新企劃 雨花單元 雨花單元一樣可以選擇裸花束或布品花束 它的客製方法是你提供一段畫給我們 我們會依照文字和裡面的感覺去搭配色系或花種 為你們客製一束專屬於你們之間故事的花束 以上三種就是花裡的花束選擇 在顏色的選擇上你可以直接到觀望看花束的選項 我們的花束都是接受客製的 所以如果你有喜歡布品花束 但你喜歡裸花束的色系 你也可以跟我們溝通下去討論製作 以上就是三種花裡花束的 客製跟選擇方法 我們可以在不同的節日 依照自己不同的需求下去選擇 你想要什麼形式的花束 雖然這次的單元是要教大家 如何在花裡購買花束 但我相信收看的人大部分是花裡的粉絲 也就是女生朋友們 所以如果你想要收到哪一種花束 請不要吝嗇直接傳給你的對象 告訴他你想要這一束 或許可以減少他們的焦慮喔 那就祝大家閒緣節快樂 喜歡今天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 並分享給需要幫助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